在你要做Loading 我先稍微給你看一下 這個裡面 你有發現我分了好多場景 在這裡 有沒有 這邊 有沒有 Loading 通常我們習慣上是 Loading是一個場景 下載中 那主選單 好我換到主選單 他說點哪一個 我就跳哪一個 為什麼要分這麼多 因為 你 像我們一開始做那個 滑過去的Roll over 然後就跳哪一個 影格標籤 你有發現它那麼長的時候 你好不好去控制它 很難用 所以平常 另外一種方法 你就可以用場景的 好今天這是室內場景 我就放一個室內的 那麼 就算影格 影格一百多格 也還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把這些通通 擠在一起搞不好一千格 你要找是就不好找 所以當我把它分開 我就可以看我要調的是哪一個 我就調那一個就好 你了解齁 那場景怎麼去增加減少 從這邊來 你看我們有一個工具 面板 其他 是有一個叫場景 點開 所以這裡就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要增加就用這個 複製呢 就用這個 所以說我的場景 我可以 假設我跟它很接近的 我就直接複製一份 再來修改 變成第二個場景 這樣子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這個 那播放順序 預設就是由上往下 就由上往下 就是由上往下這樣播放 當然場景不要就丟到垃圾桶就好了 這個是 我們第一次講到所謂的場景 因為 我們做到現在都是只有單一場景 都是比較單純的 可是像我這個就 影片比較 就是照片比較多 我就不用那種方式做 那我們現在回到Loading這邊來 那麼 Loading要給你看的是什麼時間看 是不是 影片內容還沒有完全下載完的時候 我要讓你去看這個內容 那如果看完了 我就可以 直接跳了主選單 我們先來這邊做一個測試 測試影片 你一開始第一次測試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看不到Loading 為什麼 第一個 城市還沒有寫 第二個 我也沒有去做任何的控制 所以 在這邊你會看不到這個Loading的動畫 那麼在Fash裡面可以用模擬的 可以用模擬的 可以用模擬的 如果你在Fash裡面你要看到 你看是不是直接進到主場景了 對不對 你要模擬的話 建議你啦 可以從這邊 有一個 你先把這個頻寬設定叫出來 然後呢 你看一下有沒有叫模擬下載 有發現它也是叫做 Ctrl加Enter嗎 有沒有 Ctrl加Enter 所以有沒有跟我們在這裡 控制裡面的測試裡面一樣 所以常常我的做法就是按兩次 Ctrl加Enter 就是模擬下載 按一次 是一般的 反正它就當作你已經在本機有了 那按兩次它就會模擬 那我們就從這邊你看 模擬下載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這裡的影響就會產生出來了 有沒有 上面這一塊 來記得我們昨天有講到說 這個如果突 比較突出來 表示這裡是不是 就是要下載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你看 如果你的頻寬是比較慢的 它會像這樣子停在那裡 光要看看到它就要等一段時間 你有看到綠色的有沒有 有看到綠色那一段就是它現在下載的 你看播到這邊又卡住了有沒有 那你了解的話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所謂模擬的去怎麼樣 去瞭解一下說你以後影片播放的時候 那個瓶頸會在哪裡 在網路上播的時候瓶頸會在哪裡 那我怎麼知道那個速度多快 你可以從這裡來看 檢視裡面有沒有下載設定 我現在模擬56k 加裡面現在大概比較少用這種播接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等那麼久浪費時間 你就稍微調快一點的 比如說DSL就ADSL的 換好了之後你再按一次模擬下載 這樣速度就會變比較快 可以接受嗎 好來我把畫面顯示你先測試看看 那麼這個下載的動畫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在這裡這用Switch做的 你看我點進去 有沒有發現每一個都關鍵一個 Switch做出來不是每一個都關鍵一個嗎 對不對 對啊好像沒用過一樣 有啦 有啦我沒用過啦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現在要做的任務就是什麼 我去判斷到底我影片下載完了沒有 如果下載完了 就跑到後面的場景 如果沒有下載完 就繼續留在這邊看Loading的畫面 這樣沒錯吧 所以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有很多寫法 我們先在這邊用影格的方式來做 我現在第一格 我現在做判斷 來 影格上我們到動作這邊來 那一樣要用判斷嘛 所以就一幅 好就一幅 我們找看看 我給給你看一下它完成的 完成的會像這樣 看起來很長對不對 但是不要想太多 因為 來看一下 如果 我主場景的 影格 底線frame 有沒有 Loaded 這代表是什麼 影格下載 已經載下來了 Loaded是不是過去是 對啊 我主場景的影格 已經下載了影格 如果 如果 比什麼 主場景上面 Total frame 就是所有的影格 如果我的影 已經下載的 比 全部的影格還小 表示什麼 還在下載中嘛 對不對 還在下載中 所以 這一段的內容 做的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 告訴你說那個下載 現在總共多少 剩下多少 百分比多少 這個先不看它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這個條件不成立 怎麼樣才會不成立 是不是大於或等於 我們剛剛測的條件 是不是小於 小於的話 就是 你已經下載的 比我全部影格還小 那麼 不成立的話 就是比它還大或等於 可是有沒有可能比它還大 不可能啊 頂多等於而已嘛 所以 另外條件不成立 就AOS 這裡你可以第一次看到AOS AOS就表示 但是 我已經下載完了 我就告訴它 go to and stop 跑到 主選單這個場景 的第一個影格 以前我們的 字都直接寫影格而已 對不對 就go to and stop 可是那是同一個場景 你要跳不同場景 你要告訴它 哪一個場景名稱 啊 了解喔 你看其實 不看這個 是不是就是AOS go to而已 我們來看囉 來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這邊來 我回到這邊來 我先請它 做一個停止的動作 為什麼 我現在影格 是不是有一個 如果沒有停 我們剛剛有沒有講過 它的播放順序會怎麼樣 是會照這個順序就一直播下去 反正你一格我也是播啊 播完了 我馬上就跳出選單了 所以現在我們請它第一格 先做一個 STOP 你先停一下 先做一個 停一下 停一下 來我畫面先還給你 好 我現在下面 衣服 我們還是自己打一下 什麼條件 我們來看 從這裡 你可以從這邊找 一樣都在這裡對不對 影片 你會發現幾乎都是找剛剛那個地方 影片片段 屬性 有沒有一個底線 F開頭 Friend loaded 還有一個叫做 TotalFriend 我剛剛這邊寫錯了 我剛剛上面寫錯了 我剛剛上面寫錯了 我寫顛倒了 有看到嗎 TotalFriend 對不對 所以你從這邊 如果說 if friend loaded 自己的點一下 是比較快 好 那因為我已經在主場景 所以有沒有加root 是沒差 好 如果我已經載入的影片 比怎麼樣 比 全部的影片還小 這裡 影片片段 屬性 其實你看我們今天用都在這裡 都在這個地方 比我的TotalFriend 所有的影格還少 的話 這就表示他還在下載中 還沒下載完 所以我要做的內容 是不是在大括號裡面 記得 大括號一般都會先打 前後先打完 那 如果他在下載 因為我已經停了 所以我就什麼事都不做 因為我張妹已經告訴他先停止了 可以了 好 好 那往下 else 如果上面那個不成立 就是大於或等於 已經下載完了 做什麼事情 一樣是在大括號裡面 這個 就用go to go to and stop 好 把丟出來 那 這個就不夠了 我們往下看一個 有沒有 場景影格 所以你的場景是誰 OK 就把它用雙引號 刮住之後 然後 後面就是影格數 去哪一個場景 然後做什麼 這個你可以按下 square助理 你如果不知道的 你點到他 點到這一個 哎 不讓我點 因為我剛剛沒有打那個 這個 我把它打進去 好了 我剛剛沒有打的話 他沒有 那你看點到他 上面是不是有一個場景 因為平常我們用的都是所謂的目前場景 所以你就不覺得說要用 那 但是你要跳一個選單場景的時候 這裡就可以直接選 我要跳到這一格 而且 這個場景的第幾格 然後到那邊停止 這樣OK嗎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待會兒先打進去 然後 先測試看看 先測試看看 記得喔 按一次之後 要再按一次 才有模擬下載 好 來畫面還給你 看我用測試影片的 就是模擬下載的 對不對 那你可以很明顯發現 其實我現在這個時間 他應該已經全部都下載 因為已經到綠色 已經到最後一格了 已經下載 可是你有發現還停留在這裡 我檔案應該沒有那麼大 阿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齁 我們是不是 目前只有一個影格 那麼這個動作啊 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如果是寫在影格上的這個動作 他一進來之後 他怎麼樣 只會執行一次而已 所以他只有一進來之後 先停止了 然後就執行一次 你現在一進來 有沒有全部載完 然後 後面 他就不會再執行了 所以我們有沒有一個 影片片段的動作叫 Enter friend Enter friend 是不斷執行 不斷執行 對不對 偵測你的鍵盤啊 那所以說這個也要 如果以前我們用 沒有這個影片片段那種事件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另外一種方式做 怎麼做 給他兩個 給他兩個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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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先給他多一點好了 來我在這邊 這個我插入影格就好 上面這裡請問你 一開始我這邊就不要停喔 我剛停是故意要停給你看的 那我現在把STOP拿掉 等於說我一進來 我就先判斷他是不是主選單 啊 不 有沒有下載完 那如果沒有下載完 是不是會繼續往下播了 因為沒有做任何動作嘛 就往下播 播到這裡的時候做什麼事情 叫他 你再回頭一下 回到1 再問他 再問你一次 你已經下載完了沒有 了解意思了嗎 我在GoTo文的Play第一個 所以只要他條件不成立 他又永遠只能在這裡跑 了解黑衣術啊 我其實你用兩個也可以啦 因為這樣拉比較開你看的比較清楚 有了解了齁 所以你現在呢 等一下把STOP先拿掉 在後面增加影格 第幾格沒有關係 讓他回去 回去第一個 這樣他跑來這邊 沒有玩 條件不成立先撥 撥到這裡又回來問 一直問到他煩死回死 反正就一直問到 已經下載完就OK了啦 好畫面還給你 現在我們是沒有做那個什麼 就是顯示百分比嘛 對不對 還有那個還有一個啊 這個有沒有 好像一個進度的啊 欸比如說你慢慢走慢慢走 有時候人不喜歡看那個數字嘛 他喜歡看用圖片的方式表達 好那所以說用這樣 會比較容易 那如果你現在是這個的話 是只有看到字而已 反正要等多久 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還在等待這樣子 OK啦 所以不見得那個 那你這個呢 你就先把它另存一下好了 好你把它存起來 好比如說這個原始檔之一 明天我們再來 不是明天喔 下禮拜了喔 下禮拜 對啊對啊